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磁场 这个9月,手机圈只有一件大事 那就是即将到来的华为苹果新品巅峰对决 时隔两年Mate系列重出江湖 正面硬钢iPhone14,实在是让人不舍得错过 网友称,华为Mate50是三无产品 华为Mate系列之所以受到消费者青睐 且成为华为的王牌之一 就是因为华为Mate系列拥有三大优势 分别是长续航、强性能以及一流影像 众所周知,华为手机和苹果手机一样 不仅拥有自研的芯片,也有自研的操作系统 而华为Mate系列比iPhone手机更强的是 续航表现更棒 截止到目前,iPhone13 Pro Max 是苹果有史以来续航最强的机型 然而这款手机的电池容量也只有4352毫安时 再加上该机只支持20瓦快充 续航表现还是差了点 而长续航是华为Mate系列的重要DNA之一 这就是华为手机的优势 华为Mate50系列订档后 舅舅有网友传出了华为Mate50系列式三无产品的消息 据悉,该机不仅不能支持5G 没有麒麟芯片可用 还告别了莱卡影像 正因为如此,不少网友纷纷唱衰华为Mate50系列 笃定iPhone14系列将会完胜华为Mate50系列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不可否认,受限于缺心 华为Mate50系列确实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 但华为并未回避 此前,于成东也公开承认 在5G时代发布4G手机很可笑 但作为一款4G手机 华为Mate50系列 也是在能力范围内给了用户最好的配置 首先,华为Mate50系列虽然没有莱卡影像了 但该机将首发Smith影像 同时,华为Mate50系列还将首发HarmonyOS 3.0系统 再加上华为在续航技术方面有了全新的突破 续航表现也值得期待 据华为官方透露 电量耗尽,能量未必尽 言外之意 即使手机没电关机了 手机依然可以继续使用 虽然目前华为还没有透露 具体的续航新技术是什么 但预热视频发布后 就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其中有一个观点 获得了很多网友的支持 这部分网友认为 华为在电池材料方面进行了创新 有可能会首搭石墨烯电池 关于石墨烯电池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和锂电池相比 石墨烯电池具有更薄 更硬且电阻更小的特性 因此在同样的体积条件下 石墨烯电池的容量会更大 那么电池的续航也就更持久 在保证手机机身轻薄的基础上 也能兼顾长续航 这就是目前智能手机市场 最完美的解决机身厚重 和续航短的方法 当然 除了续航时间久之外 石墨烯电池的安全性也更高 使用寿命远高于锂电池 虽然这个猜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事实上 石墨烯电池应该还在研究阶段 所以笔者认为 这个猜测的可信度并不高 反而 笔者更认可电量耗尽应急模式的猜测 简单来说 就是在电池耗尽关机的时候 用户依然可以在应急模式下拨打电话 或者进行一些必要的操作 有一说一 华为Mate50系列 确实还存在一些短板 但在创新性方面 华为从未停下脚步 就这一点 华为Mate50系列就不输iPhone14 毕竟苹果才是真正的没有创新力 iPhone14系列还没发布 三星的吐槽就开始了 来自对手的嘲笑最致命 对此 你怎么看呢 一个比一个狠 Mate50只有4G iPhone14只有60赫兹刷新率 高端手机市场的竞争实在太激烈 为了提升产品竞争力 各大手机厂商恨不得把能价的配置都放到高端手机上面 不过从目前的销量来看 国内市场也只有苹果 华为可以做到年销量千万步的水平 但这两个厂商今年的产品似乎任性了些 据悉 华为即将发布的Mate50全系列不支持5G网络 虽然可以通过第三方的5G通信壳来实现对5G网络的支持 只是从华为P50Po的5G通信壳使用表现来看 这种产品对5G网络的支持并不完美 体验上也比正常的5G旗舰手机差了不少 不支持5G网络可能会成华为Mate50系列最大的短板 只是由于禁售令的限制 华为目前还没有办法解决5G原器件的供应问题 之前发布的华为P50全系列均为4G手机 业内人士表示华为下一代P系列旗舰手机 大概率还是4G手机 华为是最早推出5G智能手机的厂商之一 同时也是最早推出内置5G基带芯片的厂商之一 如今却不能正常发布5G手机 这样看来还是比较讽刺的 和华为想做但做不了不同的是 苹果为了控制成本提升高端产品销量 依旧计划在iPhone14上采用60赫兹屏幕 去年安卓高端旗舰手机 全员高刷新率屏幕的情况下 苹果发布的iPhone13 iPhone13 mini 依旧采用60赫兹刷新率屏幕 这两款机器的价格在五六千元 依旧使用60赫兹刷新率屏幕 这样来看 苹果在产品定位上确实不够厚道 苹果公司即将发布的iPhone14系列 中的标准版和Max版 均将采用60赫兹刷新率的OLED屏幕 BTL刷新率技术的屏幕 只有Pro系列才会配备 可即便是如此 可猜测 今年最热销的依旧是标准版机器 毕竟该机的价格相对较低 Pro系列的价格实在太贵了 两个厂商在今年继续推出如此韧性的产品 但消费者却十分期待 也足以说明 只要品牌建设好 同时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旗舰手机存在短板 也没有什么问题 依旧能获得消费者的期待和认可 那么 华为Mate50系列和iPhone14系列 你更期待哪一款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见